港新梁朝伟因革新內向 一直被外界視野稱為社恐 像是先前他榮獲威尼四營展的終身成就獎 返回香港實行一大批媒體接機採訪 當時梁朝伟就被拍到疑似為了躲避記者 而準備穿過人群上車 卻被劉嘉玲抓著衣服拽回來 搞笑場面引發熱議 近期他出席活動 宣傳電影金手指時 老大當劉德華就十分貼心的 經常幫忙梁朝伟回答一些不方便回答的問題 或是解決突發狀況 在回應社恐問題時 梁朝伟坦言平時比較抗拒人度的地方 因為與陌生人在一起時 會不知道如何與對方溝通 所以更喜歡在生活中獨處 在被問及作為社恐者如何去克服時 他則露出勉腆笑容表示 第一招微笑 第二招揮手 第三招比愛心 都去發言讓網友全都笑翻 聽說 人家可不可以 再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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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探訪